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幻恩 这个周末呢 欧美国家忙着复活节 那一如许多的节日 复活节呢 现在也变得非常的商业化 大部分人呢 都把复活节当成是 迎春的一个里程碑嘛 所以呢 如果你去到了 美国的各大超级市场 他们陈列的 复活节季节限定商品 大部分呢 都是以粉色系为主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有一种 哇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 徜徉在春天的 缤纷色彩当中的感觉 前几年呢 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分享过 复活节的种种哦 好比 复活节的指定吉祥物 是一只兔子哦 那大部分的大人们 他们现在其实都已经 把复活节 跟全家共享 然后是以火腿 为主菜的brunch 画上了等号 对小朋友来说呢 他们最期待的 复活节活动 就是可以到院子里头 去找爸爸妈妈 事先预藏的 装着巧克力 还有糖果的塑胶彩蛋 可是复活节背后的 由来 其实跟兔子啊 彩蛋 或者是火腿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其实呢 复活节是为了要庆祝 基督信仰当中 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那就是耶稣 从死里复活 即便呢 你不是教友 其实大家对于 圣经当中 关于耶稣的故事 大概也略知一二嘛 不外乎呢 就是耶稣在 马槽中出生啊 然后耶稣 到处行了很多神迹 最后呢 耶稣被钉了十字架 然后三天之后 复活了 对很多人来说呢 或许耶稣的故事 其实就很像 圣诞老公公的故事一样嘛 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啊 听听就算了 那可能也有很多人 会把耶稣说的话 看成像是孔子啊 或者是苏格拉底的名言一样 会觉得 耶稣本来就应该要并列 在历史当中 那些展现了大智慧的导师 还有伟人 他本来就应该是 大家敬仰效法的道德领受嘛 当之无愧 当然呢 也有很多人觉得 其实耶稣 不过就是像是回教的 穆罕默德一样嘛 他们就是都是被神 正顾的先知 所以难怪 说的话特别悬 也难怪能够行这些 很奇妙的神迹哦 可是其实不管是 圣诞老公公啊 或者是孔子 苏格拉底 或是先知 莫凯默德 甚至是任何一个 其他的宗教领受 或者是道德导师 基本上只要是人 历史上其实都没有谁敢 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会说自己能够死而复生哦 就会觉得其实 这根本很像是什么 复仇者联盟超级英雄 故事当中才可能会出现的 虚构情节吧 什么死而复生啊 要不然呢 就是有心人是 捏造的阴谋吧 根本算起来 应该也算是 源自第一世纪的 假新闻咯 可是如果以上皆非的话 那是不是其中还 暗藏了什么 其他的玄机 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耶稣死而复生 这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这个疑惑 即便今天听众朋友 你是基督徒 心中肯定 也还是会有一些些问号的 如果是假的 那么这就表示 基督教就是一个 谎话连篇的空壳啊 能够毅历两千年 也真的实在是 连人匪夷所思哦 那如果是真的 都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好像至于 现在2019的我们 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所以呢 今天这节目当中呢 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复活节的讨论 英文里面呢 将耶稣死而复活前的 这一整个礼拜 称作The Passion 我们知道Passion 这个英文字呢 意思就是 强而不受控制的情感 其实就是热忱 或是热血的意思嘛 可是呢 从拉丁文的解释当中 Passion 其实也有 Suffering Enduring 就是承受 折磨痛苦的意思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主题呢 其实 不是我要传教 而是 平心而论 耶稣是不是真的 从死里复活 实在是一个 特别有梗的辩论题目 大家不觉得吗 因为今天不管你有 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不管你觉得耶稣 到底是神 还是人 如果我们纯粹 从一个训练批判性 思考的角度出发 那么复活节的渊源 背后的真假 真的是一个很适合 来锻炼我们的推理 还有辩论能力的 世纪谜题 所以呢 今天这节目当中 就让我们一起来 更多了解 复活节所庆贺的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到底是真 是假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从台湾的两岸冲突 到欧美国家 日渐壮大的国族主义 还有排外政策 其实现在不管是政治 人权 还是环保的议题 你们大家不觉得 我们的社会 真的是持续走向 更多的对立吗 很多时候呢 面对不同的立场 还有议题 我们好像真的就 只剩下所谓的 信者恒信 你今天要码呢 是跟我一国的 不然呢 你如果不同意我 那就是非我族类 所以呢 意见不同的两方 其实真的很难 有任何对话的空间 可是我始终觉得 很多时候 你要去讨论 这个目的 并不是只能够 是为了要去 说服对方而已嘛 所以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挑了一个这么具 争议的问题哦 想要来跟大家一起 研究 复活节的渊源 研究 耶稣死而复活 这件事情的真谓 希望通过分享 可以跟大家 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子用更全面的眼光 去就事论事 去思考一件议题 然后学着在 我们妄下断论 然后死守自己的立场之前 怎么样子可以尝试 去理性的 去了解 为什么别人 会有跟自己 这么不同的意见呢 说到耶稣的死里复活 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应该就是 怎么可能嘛 在耶稣之前 跟在耶稣之后 不管是历史上 还是科学上 从来也就没有谁 没有哪个人 从死里复活啊 所以 这摆明了 就是一场骗局 搞不好 还是当时 耶稣的门徒 一手策划的阴谋 也说不定呢 确实呢 其实 如果我们要来讲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具体证据 这好像真的 没有办法 那么显而易见 毕竟当时 又没有手机嘛 所以没有人 能够把这一切 录下来 可是那个时候 确实是有很多的 目击证人的 在耶稣死后呢 亲眼见到了 活生生的耶稣 然后呢 就口耳相传了 这么一个神迹 当然呢 这也就成为了 反方最得力的武器嘛 毕竟在那个 没有影伤记录的时代 人的记忆 怎么可能可靠 我都想不起来 上礼拜自己中午 午餐吃了什么 更何况 事隔了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的事情 怎么可能单凭 一个人的记 就说了算呢 所谓的口耳相传 其实搞不好 更像是 以额传额吧 大家都知道 圣经当中 有所谓的四福音书 就是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还有约翰福音 这四福音书呢 就是从四个 不同的角度 去记录 耶稣在世的时候 的种种事迹 其中的四卷书 都记载着 耶稣在受难前 已知到了上 十字架 最后复活的 各种细节 这四福音书呢 其实有几个 共同的重点 其中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 耶稣死后 遗体被移往了 一个石穴 石穴门口堵上了 一块大石头 外头呢 还有罗马士兵 看守 因为呢 耶稣生前 就曾经多次预言 自己死后 会在三天之后复活 所以那个时候 害死耶稣的人 就很怕 耶稣的门徒 会来盗墓 所以呢 还特别 得到了政府的许可 安排了 石墓外头的守卫 那圣经当中 这四个福音书呢 就分别记载啦 耶稣在死后的 第三天清晨 有几个妇人 前往了石穴 准备了一些香料 还有精油 要照看 耶稣的遗体 可是到了 石穴之后呢 才发现 石穴门口的大石头 已经被挪开了 在墓穴当中呢 没有看到耶稣 反而见到了一个 全身发光 穿着白衣的天使 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找的人 已经不在了 因为耶稣 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要他们赶快 去告诉其他人 这个好消息 这边呢 要跟大家分享 有趣的重点就是 圣经中 很明确的记载着 第一时间得知 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个消息的 是一群女人 这之所以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重点 是因为呢 所有的史学家 都可以证实 在第一世纪 罗马帝国统治的 犹太社会当中 那个时候 女性的身份 是非常的卑微的 甚至她们 还没有任何的资格 可以出庭作证 女人的信用 在那个年代 大概只比奴隶 好一点点吧 来自女性的证词 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可言 当然也没有可信度 很多神学家呢 因此就以这一件事实 作为一个关键论点 推论 如果今天耶稣 是真的死掉了 门徒不得已 决定要假造 耶稣复活 想要弄出 这么一套谎言 来哄骗世人 其实耶稣还活着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 会想到要让一群女人 作为第一个 得知耶稣死而复生的证人 你好歹也安排 耶稣跟前几个比较红的门徒 来发现这件事嘛 至少他们是男人 他们说的话 他们即使是他们编造的谎言 可信度也比较高啊 这个呢 在英文当中就叫做 Criterion of Embarrassment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个丢脸的原则 Criterion of Embarrassment 是史学家在辩证史料真味 很常见的一个推论手法 意思就是 当他们看到一个史料的作者 所提供的论述 太过丢脸了 那么唯一可能让作者 这样心甘情愿 说出一个 会让自己颜面扫地的话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个陈述是真的 不然谁又会说一个 会让自己丢脸 然后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谎话呢 四福音书的作者们 口径一致 陈述第一批见证 耶稣死而复生的证人是 女性 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 如果门徒们真心的 想要以而缠而 想要制造假新闻 让假新闻可以遍地开花 那么说什么 也不可能会做出 这么白目的选择啊 你当然是要找那个 大家信得过 在社会当中有影响力的 大人物 来当你的代言人吗 所以呢 神舌家就以此推论 这当中唯一的合理解释 就是这些口耳相传 关于耶稣死而复活的细节 真的发生 必须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 真的我的目的不是要传教 纯粹呢 就是观察到这年头 当那些和我们立场相处的人 一开口说话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的直觉反应 大概就是冲耳不稳嘛 可是批判性思考 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去搜集 各方的事实资料 然后呢 来判断说 我们该如何去组织这些资讯 来形塑自己的想法 至于在分享跟讨论完之后 大家要如何判读 要不要修正自己的立场 或是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那这当然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咯 刚刚就已经提到了 第一个发现 耶稣不在墓穴的是几个妇女 那今天就算遗体不在墓穴 那又怎样呢 搞不好真的就是门徒 半夜三更偷偷去盗墓啊 可是呢 我们千万不能忘了 那个时候呢 埋葬耶稣的石穴 除了被一颗巨石堵在入口处之外 还有罗马士兵在外面看守的 耶稣的遗体今天竟然这样不翼而飞 天使在墓穴上清早来扫墓的妇女显现时 马太福音里面就有提到 当时呢 守在墓穴外头的罗马士兵 也赶着跑回去向雇佣他们的祭司 还有文士报告 那这些祭司还有文士呢 就拿钱赶快贿赂这些守卫 跟他们说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跟他们讲说 哦 是耶稣的门徒 趁着我们半夜睡着的时候 把耶稣的遗体偷走了 因此呢 其实也是还有这么一个 就是盗墓的说法广为流传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想一想 如果这个说法是 真的 它本身其实 也有很大的逻辑漏洞哦 如果守卫真的睡着了 那又怎么能够一口咬定 是门徒偷走了耶稣呢 而如果门徒真的要来盗墓 洞口前的巨石 可不是一个人什么 轻轻一推就可以移开的 而且 你在推开巨石的过程当中 也绝对不可能静悄悄啊 就算今天守卫是真的睡着了 也绝对会被 要撬开巨石的声响惊醒吧 当然 就算我们证明守卫的说辞 根本就是谎话连篇哦 好像也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说 耶稣的遗体之所以不在墓穴里头 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推测嘛 就说啊 哎搞不好是弄错墓穴了嘛 那天清早 这群妇人摸黑 或是就是天未明的时候 就去扫墓 那走到那个石洞 搞不好根本就不是前两天 耶稣被埋葬的石洞 可是呢 这个说法本身其实 也是有瑕疵的 特别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任何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都可以步行前往耶稣 真正被葬的石穴一探究竟嘛 所以呢 就又有人提出质疑嘛 就说哎搞不好当时 被埋葬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根本就还活着哦 所以根本没有死以复活这件事情 因为他根本没死嘛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遍体鳞伤的耶稣 因为大家要注意 就是耶稣在被钉死 在十字架之前呢 曾经受到罗马兵丁的虐待啊 鞭打啊 其实真的是 整个人是皮开肉战的哦 所以他那个时候 其实就算没有死透 也是奄奄一息了 又是如何解开 紧紧缠裹自己全身的麻布 然后呢 单靠一个人力量 就推开挡在洞口的巨石呢 究竟是不是走错了洞穴 是不是有人偷走了耶稣的遗体 然后另外埋葬到别的地方去 耶稣是不是被活埋 那这些猜测呢 当时的人都是可以很轻易的 去验证真假的 因为埋葬耶稣的洞穴 就在市郊啊 如果真的是搞错地址了 如果真的是有人偷偷把耶稣的尸体 埋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其实耶稣根本就还没有死透 那么在门徒开始传掌 耶稣死而附身的神迹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人 应该在第一时间 都可以一一拆穿这一切谎言嘛 根本就不可能让门徒有机会 可以把这么容易就可以被推翻的虚构故事 传讲到其他国家去招摇撞骗哦 使徒们当然也就不可能 为了一个这么容易就可以被揭穿的谎言 一个接着一个训道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制作播出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单字是Passion 那当然除了由我们熟知的热血 或者是热情热忱的意思之外呢 Passion同时也常被拿来形容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之前的这最后一个礼拜哦 所以呢就想要借这个单字 来跟大家一起 用一个批判性思考的方式 来讨论复活节的渊源 2004年的时候呢 好莱坞知名男星跟导演 梅尔吉伯逊自编自导了一部 评价很两极的史诗代表作 就是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部作品真的其实很不容易哦 它至今仍然是限制级电影 全球票房之首耶 就连前阵子宏吉一时的死士 Deadpool 遇到了梅尔吉伯逊的The Passion of Christ 也就只有当老二的份哦 The Passion of Christ这部片呢 描述的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前的 十二个小时 是如何被门徒犹大出卖 怎样子被罗马的兵丁逮捕 在法庭上被污蔑 在牢狱中被守卫鞭打辱骂 给他带上了荆棘的冠冕 羞辱 他是犹太人的王 最后呢 当然就是被钉上十字架 然后奇迹似的从死里复活 这部影片呢 等于说是开启了好莱坞宗教电影的市场哦 让很多电影制片当时真的是跌破眼镜 见证了原来教会动员的消费力量 可以如此的惊人 不过呢 同时呢 这部影片呢 也饱受批评哦 很多人都觉得 哇 这 这 真的是限制及当之无愧哦 太过于血腥暴力了 而且有些人只扣梅尔吉伯逊 在影片当中暗中抹黑犹太人 有很明显的反对犹太人的嫌疑哦 其实我很老实的跟大家说 我到现在都还不敢看这部电影哦 虽然我自己在旅行当中 也走访过不少天主教堂嘛 那去过天主教堂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天主教堂就 很喜欢把一些 特别血淋淋的耶稣石架像 这等于是天主教堂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哦 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 耶稣受难的过程 是如何的惨烈 可是我一想到 在荧幕上看到 耶稣皮开肉绽 然后浑身是血的画面 就在自己眼前播出 就算我知道这是电影 这是演员在诠释当时的情况 我觉得我可能都还是难以承受吧 我想那个时候耶稣身边的门徒 可能也跟我一样没胆吧 所以呢圣经上就有说啦 耶稣在被逮捕的时候呢 他的门徒就鸟 受散地各自跑路去了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彼得 彼得那个时候 虽然呢 悄悄地跟着耶稣哦 想要一探 耶稣被审判的过程 可是呢 接二连三地被报名门 认出自己就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 彼得连着三次都装傻 矢口否认 急着跟耶稣撇清关心哦 生怕自己呢 会被连累 会被抓去定十字架哦 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在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 一个多月 当初那些见死不救 一点都不靠谱的门徒们 忽然之间都像变了一人似的 大方的传讲基督福音哦 不管是被关被打 甚至最后被杀 他们好像都在所不喜哦 最早跟随耶稣的使徒当中呢 除了一人之外 其他全部殉道 彼得呢 更是出了名的 自己要求 要被倒挂着定十字架 因为呢 他说自己不配 受跟耶稣一样的刑罚 所以这一个多月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些非常窝囊 非常胆小的门徒们 忽然之间有如此巨大的转变 这些门徒都是一些 没有受过教育的莽夫 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忽然间得到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 还有本事 可以到处行神机 在百人面前 也毫不胆怯地 大声辩证他们的信仰 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 也义无反顾 当然训道本身 最多只能够证明说 这个人他真的很相信 他所相信的 甚至不惜意思 可是训道并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人相信了 到底是真是假 圣经上就说了 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 先后向自己的门徒显现 并和门徒相处了四十天 之后呢 就升天了 所以客观来说呢 不管在那四十天 继续跟门徒讲到的 是死而复活的耶稣 还是根本就 没有死透的耶稣 或是其实 根本就没有发生 这一段什么四十天的插曲 无论如何 门徒们应该 比任何其他人 都更加清楚 今天自己所追随的 到底是不是一个 蛮口谎言的神棍 不管耶稣死而复活 这件事情是阴谋也好 或是不是阴谋 门徒们都是 等于是在这个 核心权力当中啊 要捏造谎言也好 或是要传讲事实也好 他们都是主角 所以他们当然 比谁都更知道 如果今天明明知道 自己信的是一个谎言 自己正在捏造一个阴谋 那么又有谁会心甘情愿 为了一个骗局 为了一个骗子 这样子抛头颅 撒热血 拼上自己的一条命呢 那这个事情的挣扎 可以说是已经 争辩了两千多年 到现在呢 正反两方仍然是 僵持不下各十几件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也提出了正反两方 很多的看法 猜测 还有推论 那最常听到的 当然就是从科学 或是医学的角度 死而复活 这都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从来不曾发生过的 人类存在在地球上的 这数十万年之间 从来也就没有人类 从死里复活的案例呀 因此可以归结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可是呢 我们当然也都明白哦 那些无法用肉眼观察 用科学论证 用逻辑去理解的事情 并不一定就等于 它们不存在啊 好比今天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的养成 要说是后天环境 还是先天条件 哪个影响的多或是寡 甚至去量化其中的比例 这都是没有办法 真的用一个数字 就解释清楚的哦 可是即便我们没有办法 具体的来分析 后天先天这两者之间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对我们起 怎么样子的作用 这并不代表说 这些无形的影响力 不存在啊 关于复活节 以及耶稣死而复活的 历史依据 其实呢 早就有成堆 比我更有学士 更有研究的史学家 还有神学家 崇敬他们的一生 去辨证其中的真假 所以呢 很鼓励大家 可以上网多方搜寻哦 我觉得其实是 非常的有趣的 不只是为了 要去找到更多 可能支持你自己立场的 证据而已 我觉得同时真的 也可以就是抱着一个 好奇心去探索哦 去了解说跟你不同立场的人 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逻辑 去思考一样的问题 虽然呢 在节目的尾声 我真的也没有想要 在这边替大家来定夺 这个讨论的结论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可能都已经 有一个自己相信的立场 可是在最后呢 我还是想要提出三个事实啦 那这是三个众多史学家 都一致同意的事实 而且呢 是无关 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存在与否 是不是相信圣经 到底是历史故事 还是奇幻小说 都不能够去改变的事实 基本上就是提供给大家 如果想要继续去思考 去演绎的一个基础 第一呢 一群妇女发现了 耶稣被埋葬的墓穴 空无一物 第二个事实呢 就是耶稣的门徒 提出了非常多 他们亲生与死后复活的 耶稣互动的证词 最后个事实呢 就是耶稣的门徒 传讲着以耶稣死而复活 为中心思想的福音 因此奠定了基督的信仰 即便在两千年之后呢 这个信仰仍然健在 纵观以上的三点事实 我们可以尝试逐步推敲 来演绎说 今天除了耶稣死而复活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 可以毫无破绽的 合理解释 以上这三个条件 是门徒说谎 阴谋论 还是根本就是一群人 集体产生了一模一样的幻觉 可是其实幻觉 通常就是一个很主观 而且很内在的个人经验嘛 基本上你的幻觉 可能就无关外在环境的影响 所以今天你要能够让一堆人 可以同时产生一模一样的幻觉 这样的超级巧合 我觉得可能比一个人从私底复活 更让人难以相信 那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提出这最后的三个事实 让大家去继续思考 忍不住就让我想到说 这样的一个事实变证方法 其实好像很切合 名侦探沙洛克福尔摩斯 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 那就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就是真相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The Passion 关于复活节耶稣死而复活的辩证 那希望呢 有提供一些大家 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论点 只是希望能够透过这集节目 让大家有更多的Passion 去探究一件议题的各种证据还有论述 而不是一味的去接受单一的资讯来源 在我们这个几乎所有的议题 都更趋两极化的时代 可以学会就事论事 然后平心而论的开放讨论 不管讨论的主题多具争议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的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听完这集有一些收获 如果有任何建议 或是听完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都希望你可以在Facebook上搜寻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来跟我分享哦 对了 如果您是用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评分五颗星或留言 如果您是用Castbox Spotify等APP平台收听 也请你帮我分享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Bye